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威廉 近日中國知名房企高層接連出事 2月14日千億房企華夏幸福發表公告說 該公司董事兼聯籍總裁孟經 因為涉嫌違法犯罪被帶走 較早前另一間千億房企新城控股董事 聯籍總裁曲德軍失聯 華夏幸福在2月14日晚間公告說 最近接到湖北省鹹令市崇洋縣監察委員會通知 該公司董事兼聯籍總裁孟經 因為涉嫌違法犯罪被查 華夏幸福並沒有披露具體的案情 對外就表示 目前相關的部門正在進行調查 公司將密切關注相關的情況和進展 這件事不會對公司日常經營決策和營運產生重大的影響 中國地產財經信息平台 《樂居財經》在2月15日刊文表示 孟經原本已經到了規劃的退休年齡 根據華夏幸福的員工透露 孟經已經在公司消失了很多天 大約在中國新年前的14天 《華夏幸福》的內部突然公布一則 關於組織架構調整的紅頭文件 孟經的職務由原產法集團董事長趙威接提 孟經最後一次的公開露面是在2022年華夏幸福的一次動員會上 2022年4月華夏幸福舉行2022年春季集體開工大會覆蓋了全國33個區域接近80個住宅項目同步復工 隨著新城控股的一紙公告 曲德君的名字同樣也成為輿論的焦點 2月10日晚間 新城控股發表公告說 該公司暫時無法與公司董事、聯席總裁曲德君取得聯繫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能夠了解到具體的原因 這個事項不會對公司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 該公司目前的各項工作都仍然正常展開 根據公開報道 曲德君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2023年1月16日 在新城控股和廈門軌道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合作的項目簽約儀式之上 代表公司出席並合影 曲德君在2019年7月加入新城控股 在商業地產的領域當中 曾經因為在曼達集團公職接近17年被眾人熟知 珠海曼達商業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高層 對中國媒體《財經》雜誌表示 曲德君曾經是曼達創辦人兼董事長黃建林的左右手 2018年曼達電商的業務非凡網失敗之後 曲德君揹了鑊才深深離異 在2019年7月曲德君加入新城控股擔任副董事長 對於曲德君失聯一事 《大紀元》記者2月16日聯繫新城控股 但是對方表示對此不知情 一名新城控股的知情人士向《財經》雜誌透露 公司已經有成熟的運行體系 曲德君雖然暫時失聯 但是目前公司的架構未變 暫時是未曾對接替曲德君的職位作出任何安排 除此之外 有曼達的知情人士較早前向觀察者網表示 確實不知道曲德君失聯的具體情況 目前為止接收到的消息都顯示 無論是曼達還是新城都沒有接到相關部門的信聞 所以大概率還是因為個人的原因 但是《財新網》在2月10日報導中指出 一名曼達集團的知情人士說曲德君失聯 是因為他正在配合調查 事件涉及他在任職曼達集團 負責曼達金融科技板塊的業務期間 中國零售門戶網站聯商網在2月14日 刊發的一篇評論文章就認為 一家上市公司的高層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聯 這件事很古怪 正常情況之下失聯人的家屬應該首先發聲 超過一定時限會報警 警方再會做出聲明 但是到目前為止曲德君的家屬和警方均未表態 而且新城控股以公告形式向社會通報 自己的員工失聯 這樣的案例是少之又少 文章認為新城控股這個舉動很明顯是想和 曲德君失聯事件進行切割 他通報中特別強調不會對公司經營活動產生影響 所謂的曲德君失聯恐怕另有隱情 根據財經雜誌不完全的統計 2022年以來中國大概有9名房企高層被帶走調查 其中4人同在2022年8月23日被調查 分別是華潤之地董事局主席唐勇 建發房地產董事長莊若海 廈門建發成福發展員董事長施鎮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團副總經理劉輝 一日之內中國房地產行業4名大佬落馬實屬罕見 2023年1月中共廈門檢察院通報 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經理 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莊若海 以及廈門建發成福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施鎮 因涉嫌受賄、貪污等罪名被逮捕 2022年8月23日晚間 中共廈門市紀委監委網站通報 莊若海和施鎮被廈門市紀委監委審查和調查 廈門建發集團創立在1980年 主要的業務佈局、涵蓋供應鏈營運、城市建設和營運 旅遊會展、醫療健康以及新興產業投資等領域 該集團是廈門市最大的中共國企 同樣是8月23日 中共四川省紀委監委、深圳市紀委監委 也都相繼發表相關的公告 涉及房企華潤置地、深圳人才安居集團的高管被調查 中共四川省紀委監委當時通報說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原董事局主席總監唐勇被調查 唐勇在1993年就加入華潤工作 先後就職於中國華潤總公司海南三亞東方大酒店、 農地企業有限公司、華潤物業、華潤置地、華潤電力 以及華潤集團的業務單元 在被調查之前 唐勇的職務是華潤現代服務有限公司的專業總監 中共深圳市紀律檢查委員會、深圳市監察委員會 也在8月23日發表公告說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輝被調查 該集團是深圳市專責負責公共住屋投資建設 以及營運管理的市屬國有獨資公司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徐奕陽、張宗原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下輩子 我們不要再次回予我們 我們可以接下輩子 好嗎 下輩子 下輩子 來 下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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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